东里派出所的所长林毅杰 远景陈永光执行夜间巡逻任务时 行进台九线289公里处 发现了一名长者 独自骑着老式的脚踏车南下 车上没有装设照明的设备 恐怕有意外事故的发生风险 所长两人立即下车与关心协助 夜间在车水马龙的花东公路上 为长者注入了满满的暖意 东里派出所所长林毅杰 警员陈永光执行夜间巡逻勿勿 经过台九线289公里 发现一名长者独自骑着老式脚踏车南下 车上没有装设照明设备 恐怕会有意外事故发生的风险 所长两人立即下车给予关心以及协助 夜间在车水马龙的花东公路 为长者注入满满的暖意 65岁的孙先生目前在玉里镇天主堂工作 上班的工具是老式脚踏车 不管台风下雨天气如何恶劣 仍秉持着敬业的态度 每天骑着脚踏车 往返布里乡的竹田村 以及玉里镇两地 当天孙姓长者比较晚回家 距离还有五公里才会到家 为了防止返家途中发生意外事故 远景紧长者慢慢骑在巡逻车前面 由巡逻车垫后照明道路 并且开启警示灯 警戒伴随一路护送长者平安回家 本局长李玉腾提醒骑士夜间 应该要着亮色衣服以提高辨识度 另外单车前后应该要加装证明 以及警示设备 以避免危险情事发生 记者高松双副理采访报道